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同啊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可能半夜睡着觉 老板给你发个微信 然后你能不能明天早上 上班之前六点钟给我搞定 所以他的工作的时间啊 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工作的时间 其实比以前可能更长 但绝对更零碎 于是你当然会累 第二什么叫生活 我觉得我们现在常讲 生活生活这个词啊 是有点骗人的词 对不起 我的那个左派的毛病又发作了 就从我们左派的角度来看 今天的生活是市场经济里面 骗人最常用的两个词 所以所有的那些时尚杂志 都不叫时尚杂志 叫什么生活方式 lifestyle 这个生活方式 你仔细的看生活是什么 他们说的生活方式 媒体所定义的生活 主要是围绕消费 就是买东西 就是买东西 杀骗 对你买东西嘛 我的生活是干嘛呢 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工作 是为了要有生活 我生活干嘛呢 就是买东西 买了东西之后 我钱花了 那怎么办 我再努力工作 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嘛 文道告诉我 说香港人有个段子 说香港人拜什么佛 连卡佛 对啊 就是拜连卡佛嘛 那你想想看 我工作的 我工作的那么努力 我就是为了要有钱 有时间去shopping 或者各种各样的消费 旅行也是个消费 对不对 旅游是个很大的产业 吃喝是个产业 我所有生活中 被我们定义为 生活范围的东西 几乎无一不是消费 对 你想说起来可怜 辛辛苦苦打工 真是累的躺在床上 但是他满足的生活 是这个断手足啊 啪啪啪网购 呼呼呼 这是一个快乐 那你像他这快乐中的后果 就是他买了好多东西 一辈子也没用过 一辈子都不会用 每个人都有 就比如买来的衣服 没穿过 买来的包也没拎过 买来的鞋 连包装都没打开过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我指着你肯定就有 我保护你有买的东西 没用过的 甭说没用过 我现在都开始送人了 我送人 我觉得那是一种造念 我觉得那是一种罪恶 就是说有东西 都有 你也有 你长期闲 那人一打开 我说我这怎么 还有好几双鞋 都不乱呢 什么时候买的 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 而且我还说 我怎么品位这么低 买这么一双鞋 这自个儿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然后玩 就算更便宜一点的消费 玩游戏 这也是要消费 连网友也是要消费 但你想看 他今天看一大堆 我们的广告 对不起 看一大堆 这个生活方式杂志 告诉他 他脑子里面充满了一套 什么叫做好生活的定义 要好生活就是 每年夏天要去趟马尔代夫 然后好生活就是要东京吃米歇 这叫好生活 一辈子有一回就行 对吧 我怎么要有这个好生活 就是媒体啊 媒体给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但是问题 那他当然觉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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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有的这个时尚媒体 我们说的还是最高等级的 时尚媒体的 任何一个人本身消费不起 那本杂志 他从公众说的那本事 这是最好笑的事 没错 他根本挣那点钱 没错 你怎么买的钱啊 他连一夜都翻不过去 他钱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可笑 这还有一点 就年轻人确实 他再怎么打拼 他都买不起房 他都没办法实现 那个完整而大的消费目标 但是他又必须获得 这小的乐趣 就只好把钱 他只好用在这 对分离成这个小的消费 因为这大的 确实是可望不可 而且有一个文道 就是说 这个作家和艺术家说的工作 跟普通打工仔说的工作 那完全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 我说您喜欢画画吗 行好 喜欢画画 每天画一百幅 从早上八点 画到下班六点 朝九晚五 每天出一百幅 这您还能说 这工作是我热爱的生活吗 它不一样了 它是一种在背 怎么着 如果给钱多 超过我的预估 我就画了 就这事 现在很多画家就这样 原来我认识的画家 平时一年懒得 画不了几张画 后来画值钱了 据说春节都加班 对不对 别自我加班啊 那不是画画 是画钱 不是说还有的画家吗 一排十张 叉叉叉叉叉 再从头叉叉叉叉叉 一气十张 所以它这个 还是经济价值决定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实际上 你不可避免的受这些广告左右 据说全世界调查 全世界的调查数据中 中国人受广告左右的程度最大 就是广告的回报率 在中国是最高的 这个 中国人他不动脑子 你弄什么 大家就冲过去了 我经常讲 你看广告也少 为什么他回报率没那么高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挺重要 就是我去纽约那个MOMA美术馆 开了回央婚 突然让我明白很多事 你比如说 今天我们说的户型 两房一厅 带着卫生间 就这个户型 是当年美国人的概念 谁规定人类要这么住 必须这么住 两房一厅三房一厅 那怎么不是四合院呢 为什么现在全球化成为这么一个 这当年美国人定的模式 然后你看这个MOMA美术馆里 非常有意思 里边有照片 就当年美国总统领着赫鲁晓夫 看 看 看资本主义的 大冰箱 大冰箱 这个大的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厨房 所以我原来认识一个美国女孩 她就我就问她 我说 你的理想是什么 她就 当然我的理想就是 有一个那个 开放式的那个大厨房 因为其实西餐是冷餐 对吧 她开放式大厨房 然后呢 有个island的那种厨房 三个孩子两条狗 你看 这个很有意思 我说她的这个美好生活的模式 最后我在MOMA美术馆看到了 就是当年美国像跟这个 前苏联冷战的时候 你看她所谓推销这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就是你看 跟赫鲁晓夫介绍 这是叫大冰箱 然后呢 美国的那个生活杂志 登出来的 全都是表情幸福的家庭主妇 然后呢 早上起来 在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厨房 像个柜台一样 为其他家人准备早餐 阳光从那个花园里照进来 你看 就是这个 什么样的需要幸福的生活 是杂志上告诉你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哦 对对对 那是那样的生活 周末带着两条狗撒孩子 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玩一玩 你看 你是被植入的 是不是 这种美好生活的想象 是被植入的 所以我刚才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对于生活的想象啊 是是这样子的 结果变成怎么样呢 就变成说原来我们所谓的工作 生活平衡 比如说 前几十年的话 你的生活里面还包括什么 你有没有时间自己发发呆 或者说你觉得什么东西给我买 我就没钱 我逛逛琉璃厂我也高兴 我逛逛书店我也挺满足 或者说我就塞个步 或者怎么样 生活的内容有很多 本来可以跟消费没有关系 我还是说今天呢 就是说竞争激烈啊 工作真的是忙了 像当年你看你们精力充沛 是因为你看几十年前 咱们这个国有单位 不都是那种一张报纸一杯茶 其实上班也是闲待着 所以您才有过剩 你看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 报纸上经常教育年轻人 就是说如何处理精力过剩的问题 我真的啊 对就是说你过剩的精力去干什么 但是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多年轻人跟我说 我有什么过剩的精力 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大量的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 也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 我觉得太严重了 对我觉得每个人在手机上 我估计啊至少耽误两三个小时一天至少 可能还不止 还不止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 早上起来 现在马桶上处理半个小时各种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 肯定的吗 现在医生已经提醒了 你们都要注意 就这个手机面上的这个大肠杆菌是最多的 医生这个 就是那天是采访谁 周有光什么活一百多岁吗 不是说了一句话吗 说医生说的全对 就是甭听 甭听 所以才活一百多岁 这个都不是最重要 就是说在有些工作中 现在那个我觉得微信中呢 有个最大的好处 它可以办公 办公的你拉一个群 比如咱四个啊 假设要讨论下两期节目怎么办 咱拉一个群 我可以不说话 听你们三人说 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就是大量的时间都耗在这儿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只看着年轻人 好像工作时间 跟上一代工作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比如说八点九点到晚上六点七点 但是你没有算 他在这个在路程上的这个 这个所耗费的时间 比如说像现在 他如果住在天通院 他得留期点 就开始这个准备起床 然后坐地铁 急急急急急 然后到哪一站就开始换车 又急急急急 九点钟到办公室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累了 你如果赶上这个下雨天 下雪天 那就非常的 说是上班八小时 其实每天花交通也算是12小时 下班又是同样的时间 而且这个 这个不只是耗时的问题 你的那个屈辱感 你挤在人身上 那个确实是特别崩溃 你这么说我就完全理解了 我跟你说 甭管什么人 他要住在北京郊区 每天两个钟头挤车挤地铁 挤得上了班 被老板斥骂一顿 然后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 晚上还得俩小时 才能回到家 我觉得真是没什么生活了 真的换谁也不行 那现在你又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说因为现在这种住房问题嘛 过去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 买房又遥遥无期 过去很少有人穿承而去上下班 很少 我过去上班算远的路 就骑自行车大概40到50分钟吧 那就算非常远的了 现在哪就坐得很远 我们也那也有 就是上班要走两个小时 甚至更多 那文道你说 这有药方吗 这现在这个 这就是说工作几乎透支了自己 全部的生活 而且甚至跟绩效无关的这种工作耗损 在路上是几点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吧 就你就看这个市场怎么走下去吧 因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问题的出现 也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所以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面 全世界都很流行一个讲法 叫提早退休 尤其是高层人士 尤其是做投行的那些 提早能够赚一笔钱的人 以前是很少有人谈提早退休的 就在市场经济发展史上 像你讲美国梦 刚才你说那种中产梦的年代 当年的美国人是 绝对是做到退休年纪 但是为什么现在 就每个人都想提早退休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 在工作期间 他那个所谓的工作生活 是完全失衡 他就只有到了退休的时候 才能放下生活的苟且 才到了师哥和远方 他把它变成完全对 如果还有力气的话 如果还有力气的话 他的生活都在退休之后发生 所以说我就想来想去 我觉得这个还是用 这个阿诚老师一句话 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呢 很多这个阿诚老师 很多人生活上遇到什么麻烦 遇到什么困难 就爱去请教请教 他怎么办 结果呢 听说他经常千篇一律 听你陈述完了之后 仨字要坚强 谁告诉我们工作跟生活 是两回事 那这个很难说 你喜欢的工作是一回事 你要不喜欢 你过这就是两回事 而且就算 有时候就算不喜欢 我觉得曾经人类 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甚至是我们的祖父辈 或者前几辈的阶段 他还是没有工作生活的分裂 比如说农民 农民种地 他就一年365天 那个循环在土地上 干干嘛干嘛 他们有没有考虑过 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生活在哪里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从一开始 他的工作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工作 那你觉得他累吗 他是累 但那种累 跟你今天说那种年轻人 那个累法不一样 他那个累是 真的是你体力劳动完 体力累 体力累 但是 他不是那种 有带着一种虚无感的 就干完活 整个人垮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而干的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那种累是怎么样 就他会觉得这个工作 是他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他知道是挣钱 是要找人民币 但是除此之外 有没有别的东西在里面 好像没有 累是两种 一种是体力 心累 剩下就是脑力 就是心力 心力这个累呢 往往来自于工作之间的问题 你比如 俩人不对付 但是俩人得把这事干 哪最累 两个人都是绷着 还都没法炒饭了 炒饭了到简单 俩人吵架彻底翻脸 是个简单的事 这又吵不翻 两个人疙瘩疙瘩的 把这个事情做成的话 或者做一半成状态 那是最累的 现在年轻人之间 发生那个 就是冲突非常频繁 就是一语不合 就冲突了 而且很难去调和 不像我们过去 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去做个事 最后俩人吵起来一会儿 还出去吃饭喝酒 都没事 现在人会往心里去 所以他就越往心里去 他就体现出来的特征 就是内心 所以就是一进屋 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 就是他们这个工作 其实确实也是没有成就感 因为这个事 能不能做成 其实跟他们本身关系不大 他们就是这个螺丝 非常小的一个螺丝钉 然后这事完成了 他也没有办法 从中得到快乐 那不成 他从中还遭了很多气 为了这个又要忍受 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 上司的责骂 加班什么的 这个就是原来 那个卓别林那个电影 流水线上的公园 他只管拧这个螺丝 他只管拧这个螺丝 他不知道最后出来 他要知道最后 我出来了一个东西 那是我的作品 我完成的 他有成就感 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所以最后神经了 卓别林走到大街上 看见女士胸口这俩扣 一直就 对吧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的这个 异化 异化工具化 而且我现在觉得 这个社会分工啊 越来越细啊 就越容易出现一种问题 你像我有时候 经常跟这个团队里的人 我也讲这个 我说啊 就是在任何一个工种上的人 你有没有考虑到 最后的这个结果 这所谓全局感吗 他这种 这个所谓全局感和这个工作意识啊 他分什么工作 你比如我在日本碰到过一个事 我当时就怎么想这事 我想不太通 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去参观 参观完了以后 要通过一个非常长的长廊 长廊要拐一个脚 再达到另一个点 然后呢 他这个 日本这家这个 这个单位 他在这个基角这个地方 放了一个女的 这女的就负责 给所有经过通道的人 笑容满面的举一个工过去 这这啥工作呀 笑机器 人家就是一天到晚做这一个工作 而且一定还就不是假笑 那中国人基本上午笑 下午就基本都这样 你爱走不走 对不对 这种工作是一个很乏味的 我甚至都比觉得比做拧的螺丝还乏味 但是他在日本就这一类事情特别多 每个人都可以做好 就是他怎么样有这样一个 心气 我们是所有人的心气 每个人都是有气 工作做完了也有气 有成果也有气 在单位大家说话开始谨慎 别有时候哪句话没说对 哪个行为不好 就把别人给得罪了 我们长期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恶化呢 就是每个人都背负这个后果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觉得这种啊 实际就是算挺普遍的 就是咱们老说 就是说与人为善 我现在我发现 听着干很多青年朋友跟我讲 就是比如说单位里的主管 好比说我申请休假 当然了 我就休假是要你领导同意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 没什么理由不同意 完全就是一个手续 你同意你就去休假 和马的劳工权益 对和马的劳工权益 但是呢 他当然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利 说最近工作比较忙啊 人家不适合休假 他就是你求他 他就是享受这个 刁难你一下 不刁难你一下 我怎么显示我是你领导呢 就我觉得这个人 你说是不是有点与人不为善 你知道从服务这个行业啊 服务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行业 最普通的就是餐馆吧 东西方餐馆那服务员特有意思 我在西方就出国吃饭 我特别爱看着服务员 尤其爱看着老服务员 有时你跟他聊几句啊 他都在餐馆干一辈子 从他们十几岁就来 一直到退休 五六十岁永远是那个很精神的 就对待自己的这份职业 这是表示 因为我有一次去荷兰嘛 在海牙 那个老头请我在那个餐馆吃饭 就当地的人 他跟那个服务人员的聊天 完全是亲人似的 后来一打听 他说他二十几岁 就在这个城市里吃这个餐厅 吃到六十岁 吃了四十年 永远是这个服务员给他服务 所以他跟他跟亲人一样的聊天 我们也有这样的亲人 我们是这路的啊 原来我不是在琉璃厂吗 我老去那个全继德去吃饭 那不是服务员 那时候都是跟我岁头差不多的女的吗 都是服务员都特垮 他别那么穿着西服 把这个菜单没那个 都是穿这路的 然后好久不是不去了吗 我一进去 哟 来了啊 明伦来了啊 先嚷嚷 他满听都听得见 往那一坐 我就说 来了 菜单 你说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要那干嘛 他问我要菜单干嘛 我说你不是有菜单吗 他说那你要他干嘛 说老吉二吗 老吉二吗 就是他 他给你当家做主 后来我也想 我说好 就是老吉二 我说我来这儿 不让你吃吃答答的吧 我这还就不习惯了 就是他们是这么一个路子 那么这个路子呢 当然我们也不怎么在乎了 而且也都是熟人 如果你带着几个生人 他要这个态度呢 你就觉得很尴尬的一个态度 你说你跟他啥关系 他跟你这么弄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传统的服务人员 他对服务的认识就是 如果我给你熟了 就没大没小 不会走程序 给你个菜单的什么 他认为不走程序 是跟你很亲的一个表现 这是我们的社会 就是东西方在餐厅 是一个罪名 您说这个 我就我想起两种 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也有一种 就是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里边又透着一种亲和 比如说美国 你看咱们中国讲空姐 都是服务是吧 美国有一点都是岁数挺大的妇女 那个空嫂 不叫空嫂 空奶奶了恨不得 但是她真的是有一种老奶奶的劲头 喝这个 吃这个 我觉得我碰见这个 最极致的是哪 韩国 我们有一回去看足球菜 在光州 光州那地方 就是全是那个 就是韩国文字的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 汉文的那种 然后呢 就是特乡土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说去那个洗澡 他们那洗澡呢 还有那个按摩 但按摩的那个是个大妈 但是弄得我呀 特不好意思 那大妈呀 她就真的把你当儿子似的 你知道吗 她也不管你啊 就围这个 围就围这个毛巾 跟光屁股差不多 你知道呢 大妈 拍着我屁股 光这个脊梁 洗澡 就拍我屁股 但是你也觉得 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 这也是一种服务 那我想说就是这里面 不管怎么样不同啊 就是背后有个态度 就是这个工作 对它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些 就算你刚才讲 是韩国大妈 或者说全聚的这样 我觉得都还是有点意思 这个活 有风情 它有意思 它一定有一套 自己的文化的意思 在里头 对对对 但是对大部分别人来讲 这个工作 怎么样叫做有意思呢 我觉得就只有几种办法 一种办法 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不像欧洲过去 全都信教 要不过去中国 你的工作 你做农民 是跟你的这个家庭 伦理儒家秩序捆绑在一起 那么要不然就怎么样呢 就还有一种极端 就像日本似的 就是把这个职业伦理走到头 职业伦理走到头 就是今天中国 不是很流行讲匠人精神吗 它这里头是什么 它其实鼓励你 这个工作明明是很累 是让你觉得 会让你工作生活失平衡 但偏偏还要让你觉得 这个工作就是你生活意义所在 有的那个工作 就像刚才马爷行的工作 说你觉得那是干什么工作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京都的 一个花道的一个传人 他们什么茶道花道 都是一家一家传的嘛 有这么一家 他现在其中一家 他现在是在银阁寺那一家 传下来这个花道传人 我去看他插花 那个插花插了多好就别说了 因为他主要那天 给我们表演那个插花 全是用枯掉的花来插 而且他是能够坐在这 对着你看着这个花 看好了 然后插 它是单向的这么插 但是你四面八方看 那个构图都在 然后他跟我说呢 我问他这些花怎么来 那些这些枝叶 有的要枯怎么办 他说他隔天晚上 会跟一个人说好 我第二天要什么花 我说那个是个 开园艺店的吧 我估计花农吧 不是 他说这些花全都要 上三线找线歌 他不用养的花 要野花 那我说那那个人 是常年帮你们家 哦 那个他们家专干这个 到他这是第十一代 我说啊 这是什么 然后又给了一个名词 我不懂啊 那个日文 他说这都是个职人 然后我第二天一找 去看那个 那哥们 就五六点 就背这个珠罗筐 带着个刀 带着个剪子 带着去上三 就走走走走 然后天天 你觉得像捡垃圾似的 在地上车摘回什么 弄回什么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 他当成是个非常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 这真的是个螺丝钉 在整个花道表演里面 你负责上三 找东西的 这个人 他把他当成一种 非常神圣 然后我要干的 跟我爸一样好 我都甚至搞不懂 这个好坏标准在哪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就是刚才连着方舟讲的 那个东西 就是说 聚精会神 是一个不同的 一个境界 就是他超越了工作 和生活的矛盾 就是你干一个什么事 最后忘记了结果 就完全聚精会神 这个人会进入一个 很奇怪的境界 甚至我要往玄来说 天人合一了 就是什么都忘记了 只有在做的这件事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 我们说工作的 什么成就感在哪 最后这个工作的成果 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也可以没有关系 他们讲有一种 避免这种拖延症的 避免拖延症 有一种很严重的 叫拖延症 避免拖延症的 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 把注意力集中在过程上 而不集中在结果上 就是做只是在做 你知道一入进去 你就像说 我做之前我都挺烦的 这方面我觉得 我爸就有匠人精神 我爸现在也退休了 他是工程师 他是工艺课的 你知道搞工艺的人 就完全是在这个工序上 画图纸 就是设计 是把一个东西设计出来 工艺是把设计出来 这个东西 最后怎么给你做出来 所以他是制作的一个人 你看他的这个习惯 退休之后 他现在在家里 那叫一个忙 就是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修的 根本你要换新的 绝不可能 然后就是说 找人来修 都是侵犯他的专业尊严 连我这个眼镜腿断了 他别别别 我画一个 你把琢磨 他一天 他也不想花时间 他一天 他一堆小工具 那个最小的螺丝 把他家里 垫冰箱坏了 我们家里那个热水器 你说都是用了十几年了 你想他就给你换哪 他就给你弄 但是我开始觉得他很无聊 后来我发现他老有所为 关键在这儿 我就想到刚刚 是马爷说那个服务员 就是有没有发现 中国的餐厅的服务员 是全世界最多的 就经常很实际 国外的这个餐厅 基本上就只有很少的 一两个服务员 所以他就是聚精会神 在服务这件事 但是中国餐厅 经常站着一些服务员 他们就没事 在那聊天啊 谈恋爱啊 对人很爬 对啊 这打闹啊 对他们来说 这个又是生活 又是工作 结果这生活也没什么 恋爱也没谈好 然后这个工作也没工作好 然后我就在想 就是其实人在这个 聚精会神的时候 它是一种纪律感 但是其实中国它是不太 中国人不太有纪律感 它只是有规矩 规矩是人和别人相处时候 建立起来的一种规范 就是我要这个 对你称老师 我要尊敬你 但是纪律是人和自己 相处时候的这种规范 我觉得中国人不太 就是